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觉得成功就是有名有利 在我的角度里面 家庭和睦 身体健康 它能够令周边的人快乐和幸福 我觉得这里就是成功 在不同时候我的身份都不同 如果你真的要我说 我一定会选主持人 在我的世界里面 其实我从来都是希望 能够在一个地方里面 能够娱乐到一个不同的人 令他们开心化 这就是我自己的最大的目标 再多三十年 我都会希望做回以往的自己 我觉得没有磨练的人生 是不是人生来的 太平坦的道路 只会令自己太安于严重 所以我觉得多些挑战 是属于我的性格 我是一个永远追求进步的人 平留在一个地方里面 我觉得只会太虚耗时间 所以尤其是年轻人 年轻人有这么多精力 和有这么多时间的时间 我觉得应该给自己多些挑战 永远向前 永不停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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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